再來的話我希望把它做成什麼 最好是上面做下拉清單我覺得比較OK 因為這個地方如果你要輸入的話 假設你這邊要輸入002 然後你Enter然後再變動 感覺好像這個上面要自己輸入的話有點不太OK 所以盡量的話就是把這個資料放到這邊 讓它做出一個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怎麼做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拉清單的話基本上 我們可以用那個資料裡面 不知道更沒用過 你游標放H3 再來的話你可以用那個所謂的下拉清單 特別是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你要讓人家輸入一些東西的話 不妨可以用這個功能 資料裡面也不叫資料驗證 在資料驗證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現在儲存格變成下拉清單 游標放H3 找到資料的資料驗證 預設是任意值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任意值改成清單 它這個地方就會變清單 但是它會問你說那你的來源在哪裡 你可以點選這邊的範圍有沒有 然後給它 它就幫你把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幫你把它做成下拉清單有沒有 1到8有沒有 按點一下 自動就有沒有 這感覺好像比較OK吧 有沒有 你要選哪一個就選哪一個 而且喔 因為只有008 所以你也不會選錯 OK 不過如果你今天 假設你自己輸入009 Enter會怎麼樣 找不到 有沒有 OK 因為它找不到的話 因為我這邊有驗證 它會自動驗證 所以取消它又恢復了 OK 所以它這邊裡面還有資料驗證的功能 好 第一個喔 你可以用那個資料驗證 把這邊建成清單 另外的話呢 以後通常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這個資料來源 現在我們是放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直接可以這樣選 但是未來如果你的這個清單 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可以用定義名稱 有沒有 定義名稱 假設我現在是在不同工作表 那你可以把它定義 定義名稱很簡單嘛 這個Ctrl C 然後呢 把這個選起來 在這邊輸入之後吧 貼上 Enter就好 以後呢 這個範圍就要編號 OK 所以以後啦 慢慢要習慣 定義名稱真的很好用 但很多人幾乎都不太會用 那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你的那個名稱你看得懂 範圍你看不懂 第二個的話 以後如果你在公式裡面 你就向下拉或向右拉 你就不用去管 你要不要加錢的符號 因為它那個範圍 名稱是固定的 OK 再來就是如果以後 如果你配合VBA的話 那個不用改 直接貼上 它就可以work了 我覺得效果還蠻 效用還蠻多的 OK 這邊的話如果你要變下拉清淡的話 你剛剛這個地方 來源你就可以按F3 叫什麼 叫編號 按確定 這樣也OK 有沒有 所以下拉清淡的話 其實還蠻好用的 蠻多地方其實都可以這樣用 以後的話你可以讓它選 盡量不要讓它key 所以有時候 避免錯誤的話 讓人家直接這樣選 它就自動掉出來 這第一個 如果製作什麼 所謂的下拉清淡部分 來源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定義名 這個定義成編號 以後這個編號的範圍 就位給它 它就幫你顯示在這裡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我們剛剛是用那個 Indirect 或者是VIL函數 那如果說我假如 我不要用這些函數 我想用VBA可不可以 比如002幫我查出來 旁邊有個按鈕 按一下它 自動幫你把002查出來 003 只是目前的缺點是 你要按按鈕 OK 不過其實將來這個按鈕 可以拿掉 有沒有 按一下 自動就幫你查出來 有沒有 查的結果對不對 應該是對的 張宏柴 這些資料 變成縱向 都沒問題 那可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要用任何的函數 而是用VBA來寫的話 那我該怎麼撰寫這個函數 該撰寫這個程式 那首先的話 這個應該前面有寫過類似的 其實程式不難寫 第一個 因為我要從頭到尾 從哪裡 從第三列 找到第十列 所以我可以 for i 等於第三列到第十列 那做什麼呢 幫我把這個名稱 這個位置叫range的h3 如果等於目前的i列的A欄裡面 一直比 如果比對兩個match的話 那就幫我們把同一列的bcde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h的4567 有沒有 把這個複製到這邊來 應該上個禮拜有講到吧 應該有印象吧 如何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 那其實特別是 這邊請你寫在前面 這邊請你寫在後面 有沒有 那不就一個蘿蔔 一個坑的把它放過去了 這程式應該還 所以寫完之後 大概就是for回圈 兩行 if邏輯兩行 然後呢 再四個儲存格 四行 總共加起來八行層次 就搞定了 OK 慢慢 其實我是建議 真的vba 可以 就是說也不要死倍 因為我寫來寫去 大家固定一個邏輯 我覺得我這個邏輯也夠用 因為剛開始覺得這樣會不會不夠用 後來發現也已經戳戳有餘了 所以以後你們可以把這件寫過 或者我說前面寫過的東西 跟後面絕對有關聯性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按右鍵 我把它再編輯一下 其實程式就這樣 第一個 請你寫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 先 sub查詢 enter 有沒有這樣 然後呢 把裡面的話先寫一個 for i 等於 3到 10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next if 就是這個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你可以移動 像我喜歡移動這邊 把這一欄的資料 跟這個比比看 兩邊有沒有match 如果有的話呢 幫我把找到的這一個的b欄的資料 call到這邊來 所以喔 這個call過去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什麼 你可以先把call到哪裡去的 先寫一下 call到h4 所以h4 這個地方你可以先寫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的話呢 你可以拿上面來複製 同一列的b欄 同一列的b欄 同一列的b欄就寫這樣 同一列的b欄 有沒有 這個h4 如果懶得寫的話 你可以拿這個h3 call過來改個3 等於什麼呢 改b欄 那底下的話就是什麼 bcd call到什麼呢 call到123 然後呢 就是bcd call到哪裡呢 h4567 這邊改一下 4567 ok 這樣就寫完了 這個is this 4 其實你要不要加 其實倒無所謂 加的話 會讓程式快千萬分之一秒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腦都太快了 怎麼樣 因為找只會找一個 不會找第二個 所以找到004之後 005到008就不要跑了 但是你如果不加Elite 4的話 他就是繼續跑完 不過啦 你會發現 有沒有加 這個是沒有加的 這樣子的速度 那加了之後的話 快多少呢 Elite 4 改成這個003 好了 有沒有快 無感 對 如果無感的話 就是可加可不加 所以有時候你說 老師這個到底要不要加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 邏輯上是要加 比較完整 但是如果你覺得懶得加 因為對於那個效率 差異性不大的東西 基本上 我看你乾脆先忘記它沒關係 不然可以少記很多東西 主要原因是 因為現在電腦都跑太快了 所以怎麼會常常問說 上面那個東西要不要宣告 要不要幹嘛幹嘛的 我都一律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腦的記憶體 都大到一個是天文數字的概念了 那你宣傳那些 基本上對於電腦的 這個什麼 一點效率增加沒有影響 所以其實不加沒關係 反而是 我現在主要是 希望你們學習 不要增加太多負擔 所以可以不要出現的 我一定把它砍掉 你們看起來清爽多了吧 能掃一行就掃一行 所以寫完之後的話 程式大概就這樣子 讓一下給各位看 基本上 就直接選一個編號 按個查詢 就出來了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也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還要再選一個 然後再按一下 這樣有點麻煩 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按一下這個動作 按一下感覺 多時一時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程式要換個地方寫 寫在哪裡 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兩個重點 一 請各位就是在那個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把這個地方做成下拉清單 第二的話呢 把剛剛的那個函數部分 該寫成VBA 程式非常簡短 有沒有 查詢 4回圈 如果這個條件為 True 幫我把後面的三個儲存格 摳到 四個儲存格 摳到 縱向的這四個儲存格 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相關的參考 如果你程式假設 擔心會寫不出來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五個單元裡面的第11頁 第五個單元的第11頁 一模一樣的程式雲端上也有 OK 試試看 好 аб silent 快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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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